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陳草莓的鋼彈紀錄 上一次我們分享了500站的特別節目第一集之後 很多人都告訴我說 你的影片畫質太差了 因為我用威力導演編輯的時候 他一直會跟我complain他的影片格式錯誤 所以我只好把影片都先轉成AVI檔再來編輯 所以導致我的畫質變得很差 不過這個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 因為後來我就把威力導演刪除 然後再重新安裝之後 他就不會再當機了 這故事告訴我們 當你的機台有問題的時候 第一步你要先重新開機 第二步重新安裝程式 第三步空你的廠商 好啦那在第二集開始之前 我要先來介紹一下我們上一次的漏網之魚 就是他已經在這邊轉了很久的ZETA鋼彈 之前我因為身高的關係 所以把它放在另外一區 那不過後來有朋友告訴我說 怎麼沒有把ZETA跟他們擺在一起 我想了一想覺得 恩還是要讓同一系列的機體都在一起 會比較有一個整體感 所以我就把它又移回來了 在這邊順便告訴大家一個小嘗試 我們俗稱的Z鋼彈呢 其實他真正的名字叫做ZETA鋼彈 那這個ZETA呢是希臘字母的第六個 希臘字母就是我們在數學 或者是一些工程醫用裡面常會用到的 alpha,beta,gamma,epsilon,delta等 這種希臘符號作為代表 那以第六個希臘字母作為代碼呢 是因為ZETA鋼彈是亞納海姆電子公社的 第六個鋼彈的project 所以他們以第六個希臘字母作為機體的名稱 那像後續逆襲的夏牙裡面 阿姆羅的Nu鋼彈 還有閃光的哈薩韋裡面的Xe鋼彈 也都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下一次當你在看到他的時候 記得不要再叫他Z鋼彈 而要叫他ZETA鋼彈 另外一架就是由我們的夏牙所駕駛的白飾 在ZETA鋼彈時期呢 夏牙的畫名是Quattro Vagina Quattro這個單字呢 所代表的是4 那在這邊譯指夏牙所使用的第四個假名 那我們知道夏牙他原本是吉翁的領導人 吉翁代肯的兒子 那他的本名叫做Casparu-Lehm-Daikun 那這是他的第一個名字 那後來經過暗殺事件之後呢 他們被瑪斯加收養 所以改名叫做愛德華瑪斯 這是夏牙所使用的第二個名字 那最多人知道的第三個名字呢 就是夏牙阿茲納布魯 這是他要進入吉翁軍官學校就讀時 所使用的假名 那這個假名背後的來歷呢 故事非常的曲折精彩 有興趣的人的話 推薦你可以去看 Gondam Origin的漫畫或者是動畫 都有講到這個部分的故事 那如同剛剛ZETA鋼彈所提到的呢 百世他的開發代碼是Delta 也就是第四個字母 所以他是亞那海姆的第四個Gondam Project 但是當時因為技術上無法克服的緣故 所以他就降級成了不可變形的機體 後來在獨角獸鋼彈裡面所看到的Delta Plus 還有MSV裡面的Delta鋼彈 就是百世這個Project的完成體 那在看完漏網之語系列之後呢 就要開始我們今天鋼彈基地之旅的第二集啦 另外這邊還有WZETA 就是俗稱的ZZHG 我也把它移動了一下 另外我也把G-O跟Messara也移到了UC這一櫃 可惜因為空間不足的關係 不然很想擺出西瓜冰的經典場景 從我們的進度來看呢 大概要做個十集才能介紹完我整個鋼彈基地吧 那不然我們就把它變成一個長片系列來連載好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按下訂閱 或者是到我的FB粉絲專頁按讚喔 陳草莓的鋼彈基地 我們下回見 掰掰